看到这么可爱的女生 你会想摸她的头吗 双叶特别讨厌别人摸她的头 可偏偏有个男人对此置入网闻 五十兰双叶虽然身形娇小 却是一个合法的成年女性 她身高1米3 体重27公斤 如同一个袖珍娃娃 即便是早晨起床洗漱 她也得踩着高桥 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打工人 她每天早上都从小学生变成职场女生 然后开开心心地去上班 身材娇小的她一路上虽有很多不便 但更让她在意的是路上遇到的同事 眼前同事的大胸部引起了双叶的羡慕 尽管她的工作环境非常和谐 同事关系融洽 大家都充满了干劲 特别是那个身材高大的男同事 双叶总觉得武田在跟她较劲 每当武田夸奖双叶做得不错时 一只大手就会揉起她的绿枣头 虽然双叶很反感别人摸她的头 但对于武田 她早已心生情愫 然而 她常常因为武田把她当小孩子而感到不高兴 双叶本身性格像个小孩子 喜欢咖啡多加糖 武田很器重双叶 经常带她出去跑业务 在走路时 武田故意放慢脚步以照顾双叶 但她并不想让武田配合她的速度 因为双叶更看重跑业务的效率和速度 于是武田就放开了走 这一走可把双叶累得不行 为了犒劳一下双叶 武田带她去吃午餐 双叶一直盯着儿童套餐送的玩具 觉得很可爱 然而 她又不敢在前辈面前展现出幼稚的一面 吃东西时 双叶光是吃就能饮得武田大笑 到了下午 双叶在武田的帮助下 他们成功拿下了今天最大的单 回去的路上 武田也不忘来摸头杀 在电车上 双叶像个孩子一样睡在武田的怀里 隔天 双叶直接成了公司的红人 然而 这天双叶在做表格时不小心弄错 被主管发现并指出来 双叶一检查 确实有误 而武田直接揽下了所有责任 双叶对武田感到很抱歉 但武田当机立断 带着双叶去处理失误 这次的失误似乎对双叶打击非常大 她本以为能够升职加薪 走上人生巅峰的好机会 然而 却被她一次小失误而白白浪费 武田路过看见失落的双叶 顺手丢了瓶饮料给双叶打气 隔天 风间叫英景和双叶下班后一块去电玩 美其名曰转换心情 经过一晚上的奋斗 大家都各自回家 双叶在乘车时 发现自己的月票忘在公司了 晚上的办公室漆黑得可怕 但有一处却是亮着光 还有微震天的呼噜声 她发现是武田在加班睡觉 旁边的文件是自己之前做错的方案 双叶瞬间泪花闪现 到了早上 武田发现双叶给了绿茶 明白自己帮双叶改方案被发现了 紧接着 这几天双叶工作鼓起干劲 做事更加认真 她和武田一块修改方案 成功挽回了客户的信任 结束回去的路上 双叶这回是完完全全心甘情愿地被武田摸头杀 为了感谢武田的照顾 她决定请武田吃乌冬面 别看双叶个子小巧 喝起小麦饮料却是一瓶一瓶的吹 然而 没过两三下 双叶的醉意就上来了 武田的意思是 如果自己有太太的话 有像双叶这样的女儿就好了 双叶心生不甘 借着酒精表示自己为什么不能当太太呢 日常中 双叶和武田一起吃午饭 而双叶满脑子都在耿耿于怀昨晚当妻子的事 然而 这件事被武田实力嘲笑了一波 双叶没想到武田居然完全没放在心上 她只当双叶喝醉了 自己只是一个劲的吃饭 另一边同事们和封建一直在讨论他们办公室的一姐英姐 迄今为止没有人能成功约她出来 双叶在被人吐槽长得像武田的女儿后 她一直就在怀疑自己没有被武田当女性看待 武田每次就一个劲的摸头杀 喝着豆奶的双叶就找到英姐 询问有什么变成大胸部的秘诀 从小到大 双叶就是一马平川 且随着年龄增长也毫无波澜 而英景说武田不会在意这些 这直接让双叶无言以对 远处的风间在悄无声息地观察着一切 这天双叶一下班就去找自己的好朋友黑布夏美 夏美也是一个让双叶很羡慕的人 说着两人来到电玩 果然很多人下班休闲活动就是来电玩 无论是在射击还是对打 夏美都是强者般的存在 然后两人走在路上 发现路旁有一个售卖和肉包很像的熊包 夏美很理性地觉得是处理库存 可双叶毫不犹豫地直接来了两个 只因为觉得很可爱 双叶不断捏着可爱的肉包小熊 忽然觉得手感不对劲 于是跑进试衣间 果然这两个肉包小熊另有用途 在双叶身上那是物超所值 双叶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感觉 夏美这家伙直接来了个直播 双叶的小心思一下就被夏美看穿 她还一直否认没有喜欢的人 直到电车上双叶也没有取出她的肉包小熊 谁知道下一秒武田和风间就走进来 居然如此碰巧在同一间车厢里 双叶这下慌张的不行 还好这两人都没有发现双叶 没过一会 电车只是抖动了一下 双叶一个没站稳 直接撞向武田 然后瞬间就被认出来了 本以为是尴尬时刻 谁知两人居然聊了起来 长得像有头发的奇遇的尾间满脸诧异 而双叶则完全的猛了 双叶因为武田对自己一夜长大的是毫无察觉 她难受的给同为家族绿枣头的爷爷打去了电话 两眼的泪花与颤抖的语气 让爷爷特别担心 双叶自己也想不通 明明武田没做错什么 自己却是那么的生气 这边 英景日常受到男同事的邀请吃饭 想拒绝的英景不好脱身 刚好有英景的电话 才打断了这邀约 她一接电话发现居然是伟坚这小子 然后英景意识到 原来是伟坚想帮助自己 下班的时候找到伟坚 她为了表示感谢约伟坚一块吃饭 而伟坚还想学奇遇回家打游戏 面对公司一姐的英景 伟坚也没有拒绝 双叶依然很艰难地搭着电车 武田看着这艰难的样子 很是佩服双叶的毅力 她还想把双叶举起来 抓扶手 不料车上有个猥琐男偷拍双叶 被伟坚逮个正着 伟坚也透露出 自己在中学时期是柔道的红白带 由此双叶对武田的敬仰之情更加浓厚 圣诞节即将来临 公司的习俗是抽签决定 谁来扮演圣诞老人发礼物 而去年的圣诞老人正是双叶 看着前辈没抽中 双叶开始慌了 她转头发现英景抽中了 自己才松了一口气 而那边喜欢英景的三人组坐不住了 满脑子想着英景的圣诞制服 今年似乎改成两个圣诞老人了 双叶连续两年当上了圣诞老人 看着手机 圣诞节的临近 双叶想着送圣诞礼物给武田 这天晚上 双叶特意找来了夏美 询问送礼物的意见 但是她也暴露出自己喜欢前辈的意图 于是听从夏美的意见 来到男人的衣柜 在大蓝之家里挑选领带 但是双叶的注意力都在可爱的领带上 看着款式众多的领带 双叶的选择困难正爆发了 于是让店员帮她挑选 终于选中让自己也很满意的领带 到了圣诞当天 两款圣诞老人整装待发 三人组却一个劲的拍照 双叶还想给武田多一点糖果 由于这一天大家比较忙 双叶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把礼物给送出去 回到家的双叶焦虑得不行 隔天上班 双叶起了个大早 她想趁没人的时候 把礼物放在武田的办公桌底下 但是封建的路过 让慌张的双叶没敢送出去 年末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繁忙 双叶也不例外 下午和武田出去跑业务 结束之后 双叶下定决心要送出礼物 没办法 两人先去旁边吃烤鸡 看着武田吃得这么爽 双叶也是莫名脸红 另一边 封建在公司门口细细欣赏英景的美照 谁料被英景逮个正着 说封建是不是一直在等他 封建立马脸红的不敢见人 两人走到一个火车道口 英景看着封建若有所思 这边 双叶直到吃完晚饭 都没敢把礼物送出去 武田看到有雪花飘落 顿时像个小孩子一样异常兴奋 看着武田这么可爱的一面 双叶终于鼓起勇气拿出了圣诞礼物 自己害羞的都手舞足蹈起来 武田除了日常摸头沙以外 他还拿出了自己给双叶准备的围巾 来当作圣诞礼物送给了双叶 虽然不是很贵重的东西 但这正是双叶所需要的 等到上班的时候 双叶满怀期待着武田 带自己送的领带的样子 然而看到武田还是带着就领带 双叶大失所望 他不断地自我安慰中 完全听不进武田说的理由 自己也快累崩了 早些时候 双叶以为带着武田送的围巾就能百寒不清 回头就生病在家 全公司只有武田不知道双叶生病了 毕竟武田用的是老人机 收不到群消息 知道双叶生病了 武田看着双叶的座位若有所思 这是双叶的爷爷来消息 要请他吃火锅 如果爷爷知道自己生病的话 为了不让爷爷担心 他便没说自己生病的事 双叶打开空空如也的冰箱 想出门买点吃的 一开门就刚好撞见武田 武田带了一些食物和营养液 就准备回去了 但是看到双叶委屈的眼神 于是武田留下来照顾双叶 没想到武田这么粗犷的大叔 做饭也是一把好手 他做了双叶最喜欢吃的乌冬面 在武田的细心照顾之下 双叶很快就退烧了 起床后发现家里很多自己的小秘密 也被武田看光了 这天武田看着橱窗的手机 觉得自己是时候该换掉这个上世纪的手机了 于是双叶陪着武田过来换手机 此时的武田像是山顶洞人一样 打开新手机就是自拍 双叶也成功地和武田交换了联系方式 从来没换过衣服的夏美 恰巧也看到了这一幕 晚上他就化身成瓜田里的茶给双叶打电话 想从双叶这里吃点爱情的瓜 虽然双叶说出毫无说服力的解释 但是夏美也是看破不说破 然后双叶就匆忙地挂了 因为他想等更重要的人的来电 结果他就这样等了一晚上 原来武田摆弄了一晚上的智能机也没完会 在封间呕心沥血的帮助下 他花了十分钟就发出去两个字 没过几天武田也生病请假了 双叶还在想是不是自己传染给的武田 应景过来鼓励双叶去看望一下 双叶嘴上说着不想去 但是身体却是很诚实 美其名月猫的报恩 很快双叶在武田家大显身手 他靠着祖传的手艺 如同本蕾打扮精准的火候 一碗黄金点明粥就完成了 武田光看到就赞不绝口 吃了一口就夸双叶以后会是一个好太太 双叶听完内心狂喜 顺便问到感冒是不是自己传染的 武田说是之前参加柔道锻炼 被瀑布灵的 武田吃完就立马休息了 双叶趁机观察武田房间的摆设 然后被武田的呼噜声吸引过去 看着熟睡的武田 他突然就对武田的胡子特别感兴趣 结果被武田逮到 害羞的双叶直接打晕了他 情人节快到了 双叶和换了衣服的夏美日常逛街 两人发现一个被缺德地图给坑的小朋友 双叶为小朋友指明了方向 双叶听见小朋友叫自己大姐姐 为此也是开心了一上午 不过下午双叶问武田 什么是小孩子气的时候 武田表示就是他自己那样 等到下班时 出外情的武田给双叶发来消息 邀请双叶去吃拉面 双叶老脸一红 屁颠屁颠地就冲了出去 这时武田还在外头等双叶 恰巧看到有人欺负小朋友 武田又满脊柔道 两三下就解决了小混混 还给了小朋友一瓶饮料 此时双叶也到了 发现这不就是之前迷路的小朋友吗 小朋友说他叫阴景幽人 是来找姐姐的 听到这熟悉的名字 两人瞬间想到同事阴景袍子 这时候说曹操 曹操就到 阴景下班后过来接弟弟 四人相遇还聊了一会 随后武田这个直男 邀请阴景姐弟俩一块吃拉面 请掌老手的阴景 一下就看穿武田 他们是单独去吃饭 一下就拉走了幽人 于是武田带双叶来到 他从小吃到大的拉面店 店长为了赶个时髦 推出了真爱巧克力拉面 面对奇怪的搭配 两人果断选择豚骨拉面 武田还说自己不喜欢太甜的 这立马引起双叶的注意 情缘节这天 大家都会做巧克力 送给喜欢的人 双叶突发奇想 把自己做的巧克力里面 加上武田喜欢的绿茶 到了情缘节这天 双叶拿出了 自己做的巧克力 送给武田 上面还画了一个 可爱的小熊 不出意外 这巧克力相当符合 武田的胃口 而封间这天 像是遭受了重大打击 工作都心不在焉的 原来就在前几天 他在路上看到 阴景和别的男生 走在一块 瞬间就心凉了一半 殊不知那是英景的弟弟 踩着台阶和英景并抬走 从此之后 封间宛如行事走肉般 他买东西也是像死鸡了一样 要么卡了 要么一直重复动作 转头他就一个人借水消愁 英景也发现封间的不对劲 找到封间想让他高兴一下 他送出了自己的真爱巧克力给他 可却被心如死灰的封间 误以为是人情巧克力 英景听完就来气了 没想到封间只是个 单纯依靠外表事物来判断的人 虽然他没有亲手做的好吃 但是也是包含自己的一片心意 封间似乎懂了 小心翼的问起那天和英景走一块的男生 他是不是把本命巧克力送给了那个男生 英景邪魅一笑 这才说明误会 英景看到双叶爷爷给双叶弄了公主人偶 于是就想到一个好主意 他就让武田和双叶一块 做成公主人偶的样子 将其拍成合照 然后立马给双叶爷爷发过去 他以为爷爷会开心 可没想到爷爷瞬间就吃醋了 他连双叶小时候尿床的事都说了出来 今天是双叶的生日 双叶去到花店给自己买生日礼物 恰巧武田也顺路来买花 随后问双叶买花的原因 双叶说今天是自己的生日 武田大吃一惊 因为今天也是武田的生日 两人居然是同一天生日 武田立马提议到可以互相给对方买花 双叶还有些犹豫 这时候店员走出来 说是可以帮忙解决选择困难 在店员的建议下 二人选择了两款不同颜色的郁金香 听到武田说他会好好珍惜这束花 双叶又是心跳加速 此时双叶的爷爷开着机车 相当的拉风 爷爷看到眼前这个男人 感觉很眼熟 仔细一看是上回应景拍照的那个男人 爷爷哪里受得了自己 视为宝贝的孙女旁边多出了一个男人 两人也因为气场比较冲 双方但是谁也不服谁 都快吵了起来 双叶见这么多路人看着 于是他把他们拉到居酒屋里吃顿饭 以为能够缓和气氛 结果两人喝得醉醺醺的 然后依旧对照片的事争论个不停 爷爷仗着双叶是自己的孙女 武田则仗着双叶是自己的后辈 两人就这么针锋相对着 双叶因为他俩之间的针锋吃醋 让自己很难堪 爷爷又是不断追问两人的关系 隔天双叶就去找好好朋友下美逛街去 两人决定去吃蛋糕 而爷爷还在双叶家里呼呼大睡 他醒来看到双叶准备的早餐 还有留的纸条 说是和好朋友出去玩 但爷爷还是担心双叶是和武田约会去了 他拿起手机刚想发消息 感觉这样会被双叶讨厌 想想还是算了 为了搞清楚 现在年轻人内心都在想什么 爷爷就外出逛逛 然后他看到一张电影海报 看着是描述年轻人的恋爱大作 爷爷毫不犹豫地进去观看 面对这个梦里 男女交换身体的爱情电影 爷爷看的那是泪流满面 从电影院出来的爷爷又想到 最近双叶对自己很冷漠 于是他学着电影里的情节给双叶发消息 爷爷又跑来钓鱼来打发时间 看着双叶已读不回 他更加怀疑双叶逝去和武田约会去了 但他没想到武田就在自己旁边 但这也让爷爷松了一口气 毕竟武田在自己旁边 而不是在双叶旁边 紧接着爷爷就钓上一条鱼 还不忘向武田炫耀一番 这使男人之间奇怪的胜负欲救起来了 接下来宛如一场钓鱼大战 一秒钟一条鱼的速度 让鱼场主直接傻眼 见双叶还没有回消息 爷爷又来到一家棒球馆试试伸手 好巧不巧旁边又是武田 于是又开始一场棒球决斗 这两人的技术都把隔壁孩子长哭了 一下把礼品全兑换完了 听到这个孩子也想换礼品 两人豪气地把礼品都送给了他 这边武田受到邀请去做义工活动 路过的爷爷也被义工请求帮忙收垃圾 两人的再一次相遇 免不了一场捡垃圾比拼 两人又是谁也不服谁 莫名其妙地用收垃圾来一决胜负 结果 漫山遍野的垃圾废品都被两人收完 这时候 两人互相都觉得对方是有点实力的 都干杯喝上了 这就是不打不相识吗 爷爷开始感叹到双叶 老大都是依靠着自己 到双叶15岁那年 爷爷得知 双叶要一个人去大城市里上学 两个男人也敞开心扉聊了起来 到了白色情人节这天 封间送给英景马卡龙 没想到英景格外的喜欢 而双叶这天因为花粉过敏而泪流不止 武田买了要来找双叶 还给双叶一块糖 下班后他又约双叶去吃饭 武田上厕所时又遇上了双叶爷爷爷 爷爷担心双叶的近况又不敢亲自问 于是两人又聊了一回 武田还邀请爷爷一块吃晚饭 谁知道有几个没眼睛的小混混 想对双叶摸头杀 一下就被武田抓住了 于是爷爷和武田给了他们一点教训 这天公司团建 两人坐在一块欣赏樱花 武田忽然说绿色很好看 双叶以为在说自己的绿枣头 然而武田说的是背后那片青青草地 武田为了圆回来 就说很喜欢双叶的头发 这让双叶突然有了怦然心动的感觉 等到聚餐开始 大家都吃得很开心 部长也为所有人献唱一首 但是有个不怕死的员工喝得醉醺醺的 上来就说部长唱的没有感情 我猜他明天就沦为部长底下一个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 这时候武田了解到双叶是美术社团的 他还夸双叶上次巧克力上画的小熊很棒 他鼓励双叶对自己喜欢的事物要有自信 双叶听完很有感触 回想起下美以前也跟武田说过类似的话 早在初中的时候 下美就是双叶的朋友 双叶在13岁的时候转学到新学校 被手机地图弄得迷了路 专注看手机的他撞到了下美 这时候两人还不认识 双叶看着下美跟自己穿一样的校服 于是他把下美当成导航跟着走 不一会儿 下美突然百米冲刺 双叶尽管竭尽全力 但还是给泪趴下了 下美上来搭话后才知道双叶迷路 于是两人走在一块 顺便也聊了起来 下美惊讶地发现双叶这么小一只 居然比自己年长 看着下美的身材 双叶羡慕地都鼓成包子 两人很快就到了地方 在学校里下美还是双叶的同桌 双叶因为喜欢画画 所以想去美术社 与之相反的是 下美喜欢跑步 却不想去田径社 因为下美以前在比赛里被人恶意半导 所以不想去竞争 有次双叶的画本被两个调皮的男生抢去欣赏 还嘲笑双叶画得像蜘蛛 双叶急得快哭了 还好下美前来救场 而那个男生依旧不依不饶 看到双叶的美术社申请表就是一顿嘲讽 下美气得直接一拳超人 旁边的依修也吓得不敢说话 双叶感动得泪流不止 这时老师来了 把几人都拉去问话 没过多久 欺负双叶的两个男生态度180度的大转变 过来鞠躬道歉 担心下美的双叶立马找到下美 索性也没什么事 从此之后两人成为了很要好的朋友 下美也决定要去田径部了 双叶也是因为这句话给了自己能够喜欢自己事情的勇气 并铭记在心 而此时大家都喝多了 马上就放寒假了 大家都在讲述自己的假期计划 这时封间看到有人约英景吃饭 立马躲了起来 不过英景并没有答应别人 转头就叫伟坚去吃拉面 而伟坚却脑子一热 英景觉得伟坚也太突然了 但也答应了放假一块去玩 双叶则化身家庭主妇在家大扫除 只应看了这本干练的职场女性放假指南 双叶打开电视想看余家 结果她却看到独居女性的恐怖片 这可把双叶吓得够呛 而五天放假在家除了举铁就没事干了 过一会就她接到双叶的电话 听声音感觉是要哭了 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双叶此时还在回响片段 忽然门铃响了 双叶那时越想越害怕 直到听到五天的声音 立马冲了过去开门 看到五天的双叶 激动得直接一个火箭头锤 然后五天就陪着双叶一块看动物世界 紧接着他们来到电玩城逛逛 双叶看着旁边的娃娃 显得非常想要的样子 于是五天发挥她的宠妻属性 双叶问了才知道 五天从来没有加过娃娃 然而五天为了这个娃娃开始拼命 时间过了一会 五天终于抓到她人生中第一个娃娃 然后立马送给双叶 这时旁边路过两个路人 在议论娃娃很好抓 不过这样双叶已经心满意足了 这边封肩和英景开展单独约会 没有经验的伟坚 对于约会感到非常紧张 他想了一想 只要把约会当成游戏来攻略就行了 买票的时候 售票员说买情侣票可以打折 伟坚刚想拒绝 英景一把挽住他的胳膊 摇身一变成一对情侣 封肩呆头呆脑的 还以为英景是为了省钱才假扮情侣的 接下来两人一块看海豚表演 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 这只海豚和封肩同名 他表面看上去好像很凶 但是内心很温柔 能第一时间帮助伙伴 英景说封肩和这只海豚很像 因为在自己入职以来 封肩也总是帮自己解围 虽然他感觉他对所有人都是这样 一个水花就打断了话题 两人又来到纪念品店 发现了那只和封肩长的一样的海豚布 两人拍了很多照片 这也引爆了英景的笑许 到了回家的时候 封肩突然说有事要离开一下 过一会就回来 落单的英景却遭遇两个 又是没长眼睛的小混混的围堵 他们拉着英景的手就说 要请英景喝阿帕茶 还好封肩及时赶回来 让对方放开他的咸猪手 这话让英景不敢相信 封肩自己又是害羞的不行 封肩抓住机会 带英景摆脱了那两个人 原来封肩回去就是为了 拿和自己长得很像的海豚 不过封肩还是觉得自己刚刚训爆了 没有像动漫那样变身成一拳超人 这周末 双叶受到英景的邀请去海边度假 但没想到英景还邀请了其他人 可双叶还没做好穿上泳装 给武田看的准备 而且 夏美和英景这两个大胸部女生也在场 这着实让双叶有点慌 出场时她也是害羞直拉满 武田只是夸了一句好可爱 就被双叶打出一套军体拳 而封肩却盯着更大的胸部 还被英景发现 双叶这个汉鸭子也答应了武田去大海里单独游泳 然后让武田别乱看 双叶说到男人好像更喜欢丰满的人 武田很爽快地说是 但也不完全是 因为武田觉得双叶的内在美会比外在更加丰满 双叶害羞地请武田喝海水 还好夏美游了过来 不然整个大海就要被武田喝光了 双叶也在武田的手把手地教导下 成功学会游泳的入门技能憋气 接下来到海滩的传统活动蒙眼披西瓜 这一晚他们要住在海边别墅 知道英景的弟弟幽人喜欢吃闸蝦 英景就把自己的闸蝦给了幽人 夏美紧接气候 然而大家都不甘示弱 纷纷都把自己的闸蝦让给了幽人 看幽人这么可爱 夏美忍不住对着幽人的脸就是一顿戳 英景也加入了进来 吃完饭的他们出来玩烟花 幽人有点闷闷不乐 被知心大姐姐夏美发现 两人开始交心 夏美也帮幽人解开了心结 回去的路上 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 就能把双叶吓得大叫 武田让双叶牵自己的手 下一秒他就被一个小蝉下的语无伦刺 捡起来一看 这直接把风间吓得灵魂出窍 晚上睡觉的时候 三个女生在房间里聊起了各自的八卦 另一边的男生房间里 风间因为武田的震天呼噜而彻夜未眠 早上洗漱的时候 武田和英景都在互相吹捧双双叶和风间 这让路过的双叶和风间都害羞得没脸见人 度假第二天 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风间因为没睡好就在海边坐着 看风间围里不振的样子 英景就带着风间去买冷饮 风间看着英景吃棒棒冰的样子 很是怀念 这把风间弄得面红耳饰 然后他拿出新的给风间 这一天大家把能玩的都玩了个遍 临近黄昏 武田和双叶都累得在海滩上晒起了日光玉 连口水都流了出来 夏美感叹双叶的同事都是很好的人 他表明下次游玩也要优人一块过来玩 回去的路上 大家成双成对地坐着 双叶希望武田到了明年夏天 也能像今天这样陪他一块玩 隔天上班 双叶裹了一个头巾不敢见人 英景掀开一看吓了一跳 二话不说就拿手机拍照 双叶整个人黑得跟李逵似的 夏美也终于不用一人毒黑了 此时武田也来了他开始大笑起来 这天英景发现自己变重了 惊恐的他请求弟弟幽人带他每天早上跑步 于是早上到公司的英景一直肌肉酸痛 也不好意思跟风间说自己在减重 这时助攻王莫奈走过来 上来就揉英景的肚子 然后这就导致了英景带球撞人 风间瞬间感受到火星撞地球 他似乎领悟到控球大师的真谛 然后回头就去篮球场 碰巧他遇到幽人并教他打篮球 紧接着就被篮球打了 英景看着满脸都是伤的风间 就知道是教幽人打球去了 他邀请风间下次继续教自己的弟弟打球 武田因为前几天在拉面店偶遇莫奈吃包子 于是两人聊了一会儿 双叶的醋坛子立马就翻了 也想和武田吃包子被武田试破 周末的时候 风间带着幽人一起练球 随后英景又叫了几个熟人一块来玩 仁义多就免不了一场球赛 然而英景却因为腿钻打不了 而鼓成了包子 经过几人猜丁壳分组后 便形成了武田封坚二打三的局面 英景充当裁判 率先拿到五分的队伍胜利 封坚夏美两人跳球 封坚着实被夏美秀了一波弹跳 双叶拿到球快攻 封坚面对着夏美 想着对方是女孩子 还是不要有身体接触为好 毕竟英景在底下看着呢 但她也因此被夏美轻松地过掉 上篮得分 接下来武田运球推进 这推土机的气势直接下了双叶 在面对长得像黄赖的幽人 武田犹如赤木附体 毫不犹豫地来了个双手灌篮 这边幽人重整旗鼓准备进攻 一个华丽的过人 然后就准备扣篮了 然后就撞到了篮杆 别等封坚转投 就投进了两分球 终于轮到双叶持球进攻了 双叶觉得武田站太高了 让武田弯下身子防他 此时双叶准备学习绿剑式投篮 这波操作直接造成了双杀 接下来的比赛 就变成封坚和夏美的一对一单跳 封坚也展现出自己的实力 没想到夏美也是一个带球状人 裁判英景立马判了一个违体犯规 两人你来我往的打了两小时 双叶也累得睡着了 众人决定去澡堂泡澡 英景满脸不开心 要封坚留下来单独陪他 于是两人去了便利店 还吃起了热狗 这边武田背着双叶 像极了爸爸带着孩子 夏美突然觉得 双叶从初中到现在都没怎么变过 没长高过的双叶被戳中痛楚 显得非常难过 在隔壁男生澡堂里 优人问武田 要怎么样才能变得跟他一样强 武田忽然站起来说要多喝牛奶 然后就是一天一百个俯卧生 年末将至 大家都在年会上讨论自己的过年计划 双叶打算就在城里和好朋友过年 听到武田说自己过年应该除了练柔道 就是睡大觉 双叶满脸写着失望 而殷景成为被众人邀请跨年的目标 还好殷景能拿自己的弟弟出来挡枪 然而年会一结束 殷景就邀请跨年打算玩游戏的封间 去他家吃拉面 美其明月我弟弟想见你 跨年夜当晚 优人临时放鸽子要去同学家跨年 留下殷景一人独守空房 可优人上一秒刚走 下一秒封间就到了 这时机把控的相当到位啊 两人就这么害羞的聊了很久 全然不知里头的荞麦面已经变成黑暗料理 结果今晚就只能吃泡面了 封间殷景两人看着红白歌会 开心笑得像孩子似的 这边武田送双叶回家 问双叶如果过年不回家的话 爷爷会不会很孤独 双叶说爷爷要跟志同道合的人去钓鱼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 到了分别时刻 双叶也没有等到武田的新年邀约 心里感觉有些惆怅 跨年夜也只能让夏美过来蹭吃蹭喝 他手上做着夏美的饭 但满脑子想的都是武田 这时候爷爷来电话了 炫耀着自己钓的大鱼 爷爷的兄弟们也露了脸 着实吓到了双叶 吃面的时候 夏美一下子就看出双叶的小心思 很快新年第一天的早晨到了 宁景和风间像是吃了一晚上的泡面 出来迎接着美好的晨曦 另一边的双叶和夏美准备一块去神社 双叶忽然呆住不动 夏美转头一看 果然是发现了武田 兼当好聊机的夏美 冲上去和武田打招呼 然后微微一笑 他立马说他要回家一趟 先走一步 强行造成了武田和双叶的两人约会 接下来他们去祈福许愿 双叶第一个愿望就是能长高 还有该大的变大 工作顺利 然后他就是望向武田 两人还在抽签上的好坏争论起来 旁边的莫奈简直幸运神附体 把抽签都是大吉 直接吸引一大批狂热粉 而武田双叶这边默契十足 抽中的都是半吉 即使是半吉 上方也暗示着喜欢的人要多看看身边 接下来两人又是老样子 去吃拉面 双叶很好奇武田抽中的签都写了什么 武田沉默了一下没敢说出来 又反问双叶 两人都互相隐瞒自己签上的内容 紧接着双叶就看到电视里正在采访着风坚和英景 可风坚为了转移主持人的话题 直接展示出双叶和武田的照片 预计双叶还有三秒到达战场 而武田还收到了风坚给他俩拍的照片 这边的风坚已经被双叶按在地上摩擦 还好英景把风坚救下来 两人趁这个机会又开始聊人生 没一会英景想去买点喝的 这时候一个小女孩走过来问他们是不是情侣 还给他们拍了照 风坚很诚实地说他们只是同事 但是自己是喜欢英景的 正巧英景买完汽水回来 顺手拿着相机看了一下照片 结果他吓得两个眼睛都快出来了 这天双叶被部长表扬 武田看着自己的后背进步很大 开心的就是一个摸头杀 双叶反手就是个反弹 表示自己也能成为独当一面的人 没过多久 武田帮公司拿到一个大订单 受到部长的公开表彰 双叶心里本来是很为武田高兴的 但是他看到武田因此受到全公司女性的欢迎 心里那是五味杂陈 下午 武田有个重要的客户没有时间去解决 双叶主动挑起了这个重担 凭借着之前武田所教导的经验 双叶非常成功地完成了任务 结束之后 他也是一个人吃起了拉面 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回到公司的双叶想到越来越受欢迎的武田 心里很不痛快 而且今晚大家邀请武田去开庆功宴 不过被武田拒绝了 双叶却有些赌气 反而劝武田去参加 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 武田也是被后辈给教育了一番 无奈地答应了双叶 可看到武田和女同事一块去喝酒 自己也阴着个脸 下班后的双叶想约人出来吃饭 可朋友们都没有时间 于是他一个人去了居酒屋 在熟悉的位置借酒消愁 他看到旁边几个其他公司的新职员 便回想起自己刚入职的时候 那时的双叶在做入职自我介绍 但是武田还在外勤 没有及时回来参加 冰景也很和善地和双叶打招呼 刚认识就想叫他小双叶 这让要强的双叶不太服气 于是转身就下楼买饮料 一不小心边撞上了个标形大汉 这是双叶与武田的第一次见面 武田请双叶喝红豆汤 双叶想起还没有自我介绍 刚想开口就被武田抢先了 武田以为双叶是中学生 过来体验职场生活 给了一个摸头杀就走了 这让双叶瞬间气炸了 浑身怨气地去找部长 他怎么也想不到部长安排带他的前辈 就是刚刚把他当中学生的武田 他还想要部长给他换个人带他 在部长的劝述之下 两人愿意携手合作 不过也因此成为了一对欢喜冤家 虽然感觉武田很烦人 但现在突然变成自己一个人 这也让双叶感觉很不习惯 此时旁边有一个喝醉的人走了过来 以为双叶是小学生 说着他就要帮忙找妈妈 接着就伸出手要碰双叶 还好武田及时出现 又回到这熟悉的感觉 武田说自己去庆宫宴 只是走了个过场 然后立马回来找双叶 毕竟武田觉得和大家在一起喝酒 不如和他在一起喝酒更开心 双叶脸红得比茶壶还茶壶 心脏也是砰砰跳个不停 于是他又想问上回那个问题 双叶想了想还是算了 可能武田也知道双叶想说什么 他顺便夸了句双叶比以前更加成熟了 两人走在回家路上 双叶觉得自己很快就能独当一面了 后面还有一个雨后小彩蛋 在一个下雨天 双叶没有带雨伞 武田正好拿了 就让双叶进来一块走 双叶感觉这就是香河伞 就是相互爱慕的两人才和打的一把伞 而此时的双叶好像还有些不自在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